用漲電價的方式 讓全國國人口袋裡的錢 再次納入民進黨的國庫 必須要擋下民進黨一意孤行的漲電價 拉協商 民進黨透過這麼粗暴的方式 事實上他只是在阻礙整件事情的進展 交付黨團協商 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如果台電沒有辦法順利的營運 供電出現問題 甚至講得更極端一點 如果台電因此而倒了 立法院能夠負責嗎 為了要護航民進黨 忘了自己立法委員的權責 應該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發聲